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华专业地产顧問Pensy 我前幾個星期都停了拍片 第一是比較忙 第二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樓盤 令到我覺得可以推介給大家 這次有個樓盤我想推介給大家 就是大家身後看到Ashley Oak Ridge 首先因為它的地位比較好 校區也不錯 建築懷舍也很好 也有很多客人問我 其實哪裡買一個樓盤 可以幾年後計劃 還是小孩子入學校有個好校區 環境也不錯 我覺得這個可以讓大家考慮一下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Sell Center 想給大家更多資料 首先我可以細節一點 和大家說一下它的地位 首先和大家說一下它的地位 它的地位其實在這裏 其實是35階 合Ash Ash是一條在Camby後階的世界 所以這裏不會太大街 因為這裏也有很多車 很多其他建築 你看到它走去 例如Ock Ridge Center 這裏很短的 可能是十分鐘的路程 所以到時 它現在有Sky Train站 到時會建造一個Mall 就會很方便去逛街買東西 而且它對面 你看到這個 大家都很喜歡的 Queen Elizabeth Park 如果你要走去散步 走去對面就可以了 很近的 而且它另一邊也有一些Transit Center 而且它的校區 其實中學是Eric Hanberg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的中學 它現在這裏有一個Zoom In圖 就是它這個Ash 其實是有三棟建築 它是三棟四層的建築 所以是比較少人住 就不會太密集 周邊全部都有很多綠化 其實你看到 所以應該環境很舒服 最主要它就不是在Camby大街 就不會那麼吵 聽到車子走來走去那麼吵 如果看完地位置之後 我們可以過去看看它的模特兒 這裡可以給大家看三座建築 但現在開賣 其實只是中間這一棟 叫Berkeley 它只是一個34個單位的建築 意思是它不是很密集 而且你看到 它的桌子也算很大 跟新層差不多闊 如果有些角色的輪廓 全部都是在固定的露台 這些梁房單位 待會有展示室可以給大家看看 所以它的外出空間 其實也挺足夠的 而且如果它是Ground Floor的話 它Ground Floor的話 它的層隙會高一些 去到11呎 你會看到高一些 所以每一層都有它的特色 然後加上最主要是這個Pan House 四個Pan House 山位 你會看到它有一條樓梯 在它的桌子上 你可以走上去 就是一個私人的Rooftop Garden 裡面有一個地區 你可以休息 然後有BBQ 總之有四個Pan House 山位 都會有自己的私人Rooftop 除了這個私人Rooftop 其實旁邊的就是Common Area 你看到其中一個地區 就是這個Rooftop 就是有些休息的地方 亦都有BBQ 亦都有些Garden Plots 可以種植物 而且這個In Door的Amenity 就是一個In Door的Dining Area 或者是一個Meeting Room 可以大家有一個Full Kitchen 去煮食和大家開Party 然後這個Berkeley的建築 比起另外兩個建築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的Gym 會在這個建築裡面 在一個Ground Floor 除了它有Gym 因為通常這些建築都有Gym 它除了有Gym 就是有些Hot Tub 有SIM和Storn 所以是比另外一些會更多的Amenity 現在它在賣這一棟 所以它有包括一房、兩房、三房 它的Show Room 就是會展示到一個大約的兩房單位 給大家看看 所以我現在可以跟大家去 一個一房的Full Plan 至少讓大家知道它的Full Plan 是怎樣的 現在我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一個一房的單位加Flex 有624呎 它因為是Ground Floor 它Pateo大一點 所以有163呎 其實它這個Full Plan 就沒有太多浪費的空間了 你看到一進去之後 右邊有一個Flex Area 其實它的Flex Area 是比較大的 所以雖然是沒有窗 但它應該夠大 是做一個房間 如果有需要 但是這個Flex 它就放了一個Wash & Dryer 所以這裡正門一進去 就是Kitchen L-Shape 通常一房的Ashele 都是L-Shape的Kitchen 有Dining Area和Living Area 然後就有一個主人房 連同一個套廁在裡面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房單位 現在我們可以去看看 兩房的Show Room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的Finishing和Color Scheme 我現在可以和大家 去一個兩房單位的Show Room 這個單位大約是900呎 它一進來 已經有一個 即是你看到它的尺寸 其實是一間房間 它現在沒有了DryWall 但你可以看到它的Flex Area 其實也算很大 我覺得如果你要放一張Single Bed 在這裡 加上這個 我覺得也是足夠的 所以前面這個位置 是挺寬敞的 這一間是兩房兩次的單位 現在我們可以 先展示這個Sharing Bathroom 你會看到 其實它的造工的材料都很漂亮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 好像是一間公園的公園 所以它用的顏色 這個就是一個模式 然後裡面 這裡就是一個Madison Cabinet 我看到它的尺寸 也很夠用 我看到它的尺寸 然後旁邊有一個大玻璃 也有這個燈 照鏡的時候就很清楚 這些有一個Sink 拉出來的Drawer 有兩個 有兩個這些 然後它的Sharer就是 有Bath Tub的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Sharer Niche 然後它有一個 Rain Shower Head 和Hand Hale的Sharer 你看到它的磚 它都差不多包了 這個是剩下的 這部長毛磚 其實也是包了磚的 而且你看到它 特意有些特別一點的Pattern 看上來就會特別一點 所以這個洗手間的感覺 也挺舒服的 然後對面這裡 就會放了一個Washer Dryer Stack Up 它就是Wirlpool的牌子 它的尺寸不是用Condor尺寸 叫做Town of Full Size 都很夠用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Closet 你可以用來掛衣服 在家裡的時候 就放一些鞋架在這裡 然後我們直進 就是一個Second Bedroom 這個Second Bedroom來說 其實它的尺寸是剛剛好 你不會覺得很寬敞 也不會覺得很窄 這間房間 其實你看到它那些Closet 它已經包在這裡給你了 這些Closet是兩邊 然後Tampered Glass 燈其實是你開門才是一個Sensor Light 關了是沒有燈的 因為它的尺寸 它已經幫你配合好所有東西 那張床是Queen Size Bag 可以配合到 所以其實Second Bedroom來說 都可以的 然後旁邊又有些Side Table的位置 給你擺電話 擺書 然後下面還有兩個櫃 所以這間房子也算是這樣的 不是說很小 然後轉個彎過來 這是一個兩房的Kitchen 如果一房就剛才說的 是L-Shape 我們可以說到這邊 現在它這些Countertop 你看到很漂亮 它是其中一個Color Scheme 它就是這個Material 兩房就是用Marble 一房就會用Quartz 所以如果你是自住 應該是考慮買兩房 因為材料比較好 如果你打算投資 一房就夠了 不需要這麼漂亮 包括這個Waterfall 兩邊都有Waterfall 看起來其實是高級一點的 因為如果不是 就變成木板和膠板在旁邊 我首先說到這邊 因為它 你看到它有一個大的Hood Fan 是Stainless Steel 然後有兩個Floating Shelving 在那裡襯托 你會看到它的Back Splash 其實這樣一塊去到頂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Back Splash可能是這裡 但它是用了整塊 它的Pattern也算是Luxurious 所以看起來是舒服的 除了它這個 兩房是包30吋的Mila Gas Stove Oven 旁邊你會看到 如果你煮食兩邊都很寬敞 感覺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又包了這個Pot Filler 如果我們中國人 布湯 你就可以放一個鍋 加水 就不用搬來搬去 但是一房就沒有這個Pot Filler 你會看到它的櫃 全部都是包了 揉著 不是木板 所以是漂亮的 然後這邊 它已經包了Mila的Coffee Machine 加上這個 是微波爐和Speed Oven 所以你會有兩個Oven 這個是當一個 焗麵包或是小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了 有微波爐 都是Mila品牌的 兩房三房都有 一房就沒有了 然後這邊就是包了 垃圾桶 recycling那些東西 在到一個位置 在這邊 那就是 星盤 Double Sink 就是望回到Balcony 那你就叫做 舒服一點 洗碗的感覺 不會看著牆 對 然後旁邊洗碗機 也是Mila 雪櫃在哪裏呢 雪櫃在這邊 雪櫃在這邊 比較穩定的位置 你不會特意有雪櫃在那邊 也是30吋的 30吋 然後冷凍會有兩個Drawer 拆出來 另外一個很喜歡的 就是這邊 它的Pantry位 兩邊很大 然後就包了這些櫃 看上去 看上去 即是漂亮 那些材料 所有東西都是用好一點的材料 那這個就夠了 一定 然後呢 這個Island位 其實後面有一個四座位 可以放到 那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兩房單位 其實是可能兩夫妻的話 其實是可以這樣 坐下吃飯 那不用用了飯桌位 但如果你需要 都可以用 它有一個 這個Area 是給這個Table 它現在放了一個六人餐桌 所以如果你是不需要那麼大 其實你用過譬如 譬如正方形 或者沒有那麼長的長方形 又會有多些空間 可以加個櫃 去擺多些東西 然後C0 這裡全部都是九尺樓底 二、三樓是九尺樓底 一樓是十一尺 四樓是十尺 那這邊就是看電視的 這個位置 因為它的門在那邊 for master bedroom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 它擺了一個很大的沙發 其實可以擺小一點 闊度來講 兩房間 真的是一個剛剛好的空間 然後這邊就會出發 你看到它的窗 那個sliding door 其實很大 這個是兩房單位 這個corner unit 所以兩邊都是有窗的 到時那個捕捉的光 就會很足夠 我們可以先去Belcony 然後再帶大家進去看看 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它這個 其實它的 width 跟它的 unit 是一樣的 所以是很長的 然後闊度 你見到它擺了 這麼大的outdoor furniture 其實還有位置 所以size也更好 剛才我跟大家說了 其實corner unit 是wrap around 不過這裏因為showroom的問題 它做不到 但是其實是 還有得轉彎出去 所以這個outdoor space 其實也很足夠 你不只在這裏BBQ 和朋友 即是幾個朋友在這裏 gathering 我覺得很好 所以可以介紹 最後那個主人房給大家 主人房現在它 這個是showroom的size 所以是10x8 但是如果真正 其實是應該會有機會 就是10x9.5 或者10x10 即是會長一點 或者甚至這裏闊一點 但是現在它用這個 小一點的space 來用它已經擺了 queen size bed 加了兩個很夠位的床頭櫃 不是很小的那些 所以這間房間 甚至可以擺 queen size bed 對 你就少一個床頭櫃 都可以 所以這個space來說 是夠的 它的形式 也好似很多其他condo 就是兩邊closet 那兩邊closet 剛才的櫃子 就是跟剛才的2nd bedroom一樣 都是用這些 物料 亦都是sensor light 這些全部都包起來了 你就不需要再整櫃了 都是包起來了 跟廚房那些很相似 它看上去的風格 是比較型的 你看到它是黑色邊 然後是tempered glass 磨砂 你不會看到裡面 但是又看到一些光 我們經過了這個closet 位置 就會有一個master bedroom en suite 這個master bedroom en suite 跟另一個sharing bathroom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它所有牆 都已經wrap了磚 不會有白色的油漆 然後它是這個double sink 因為這個是兩房單位 雖然不是說很闊 但我覺得兩人站著 其實都剛剛好 是夠的 然後它又有一個medicine cabinet 在這裡 有一個medicine cabinet 兩個的 去到很高的 雖然是有些拿不到的 但是都應該夠位了 然後它旁邊也有位 有些stone的 在支援著這個木 然後可以放多些美麗的 其他又要放香薰 香水 這個是櫃桶 就是這樣兩層的 實用一點 可以沒有浪費到這個位 然後它這個master bedroom en suite 是有地亂的 即是沖完了 你開定 你出來後 就不會冰冰冰 如果是冬天的時候 它這個主人房 小小間都是用這個 叫做floating toilet 你看上去是會漂亮些的 清潔都容易很多 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shower 這個就是shower 就不會是bath tub 你看到它整個shower niche 是很長的 你可以放很多 你需要洗澡的時候用的用品 然後 也是一樣 都是rain shower head 和剛才的洗手間一樣 但是這個洗手間 其實說真的又不是很大 我覺得 但是感覺是舒服的 入到來是很乾淨很舒服 要有的東西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 雖然size不是很大 但應該就夠用了 現在整個show room 都介紹了給大家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 說說它的color scheme和開架 過來這邊 就可以show show 給大家看一下color scheme 剛才這個 就叫做morning 就是我們在show room看的 你會看到是淺色一點的 然後 它另外一個叫evening 就是深色 你會看到那些櫃全部會再深咖啡色一點 然後黑色的countertop 或者backsplash 是比較黑一點 那些櫃的所有都是黑一點 所以最主要是這兩個 淺色和深色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 再 summarize一些資料 然後說一個開架給大家 跟大家 進行完這個ashley的sales center 可以跟大家再講一下其他資料 再 summarize一下 這個ashley的project 是位於温哥華西區 在QE Park對面 走去Oak Ridge Center 只是差不多10分鐘的時間 所以它的location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除了在它的旁邊便利 和周邊比較像一個公園之外 它也是位於Erik Hember 中學的校區 是很多人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在考慮 想小孩子進入這個學校 這個樓盤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它現在的成交日子 其實差不多是冬季2027年 另外現在賣的那座建築 在中間那座 它是最多層面 而且它的管理費 只是差不多五毫六至一呎 所以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它的開架 其實它的floor plan 全部都是一二三房 但所有都是有一個flex room 所以它的size 就由五百多呎開始 到差不多最大1400呎都有 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one bedroom plus flex 的價錢 就是由八十萬美起 兩房加flex 就是差不多一百二十萬美起 而兩房加釘加flex 就會是差不多一百六十萬美起 三房加flex 就是一百七十萬美起 所以看看大家的預算 以及大家打算投資 還是自主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floor plan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 one bedroom的材料 就沒有二層的那麼好 所以如果自主 我覺得起碼買二 bedroom 會比較好 而且它現在所有單位 都會包一個locker 以及一個車位 三房那些 是會包兩個車位的 它現在原本的deposit structure 就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現在做了special promotion 它的deposit 就會是15%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其他問題 可以隨時聯絡我 因為其實有可能 其他多些細節的資料 今天沒有分享到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聯絡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喜歡按個like 分享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你就會看到我將來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